军统教父戴笠 作者张军 由老王博讲 101集 一锦还乡一 戴笠的事业确实是红红火火 不仅在中国炙手可热 似乎在美国也是家喻户晓了 他现在是全身发热飘飘燃 话说到了1944年 随着盟军在太平洋上越来越强大的攻势 和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 德日法西斯的末日即将到来 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隐约可见了 为此戴笠抓紧时机加强全面的部署 到目前为止 军统在抗战期间对沦陷区的工作 基本上形成了以安徽戒首 浙江淳安福建建阳三大基地 为前沿据点的扇形工作特点 安徽戒首 是代理借助汤恩伯的势力建成的 较早的前沿根据地 戒首本来是玉碗交界处的一个小镇子 但是从抗战的中期开始 这儿就几乎成了蒋日汪贡 四大政治力量较量和角逐的场所 特别是在抗战的后期 借首因为临近沦陷区 成了中原地区蒋日汪之间 进行经济走私的著名的阴阳界 不但汤恩伯在这设立了物资管理处 打做投机生意 蒋鼎文 李宗仁也都派人在借首 设立了战区办事处 就是远在西安的胡宗南 也无数次的派人到借首来招兵买马 扩张势力 弄得汤恩伯是大发脾气 这个胡宗南今天招收青年 明天也招收青年 后天还是在我这里招收青年学生 实在是欺人太甚 连我控制的四省边区 都成了他的招生锁了 这太不像话了 汤恩伯愤愤的说 戴笠呢 他更是把这块战略要地 看成他开展反共 策反汪伟军 进行经济走私 监视国民党军队等 特工活动的好地方 在汤恩伯的权力支持下 他不惜下大力气进行经营 先后在借首 设立了很多的特务机构 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 位于东南沿海地带的福建建阳 特别受到了戴笠和梅勒斯的重视 除了中美合作所参谋长 李崇诗长长期指挥以外 戴笠 梅勒斯每年都要定期的前往这个地区视察 由于美军加快了在太平洋诸岛进攻的速度 接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计划的实施日期 就越来越接近了 戴笠和梅勒斯 史密斯于1944年4月 再次前往东南沿海进行视察 他们检查落实接应美军登陆计划的各项准备活动 以便于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军队和美军配合 夹击在江南一带抗日的新四军 当时正式出下 江南风光如画 梅勒斯 戴笠和刘振芳三个人乘坐一辆豪华的美制别克房车 外加一连串的小吉普和大卡车随行 浩浩荡荡非常气派 刘振芳是中美合作所联络组组长 也是戴笠和梅勒斯的翻译 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他不仅中英文的基础好 发音准确 更善于理解戴笠的意图 擅长提醒 在两个人商谈问题的时候 很少弄成僵局 因此很受戴笠和梅勒斯的器重 他称为中美合作所当中最走红的人物 出门不久 梅勒斯就手捧地图对戴笠说 这次我们去福建卢国的地方 离江山不远呢 戴笠先生趁机回去一趟吧 戴笠很高兴说 不瞒你说呀 出发前我确实做了这个准备 事先我还告诉了县政府 现在他们可能正准备迎接我们呢 一会儿刘振方翻译 戴先生在江山县应该算是位少有的名人吧 戴笠说 我们家乡在历史上出过两位大人物 一位是明家境龙庆年间的毛凯 官至上述 一位是清乾隆年间的柴大记 担任过台湾总兵福建提督 梅勒斯说 那第三位就是呆鱼农 国际文明的特工王 呆地连连买手 我不算不算 我是小人物一个 表面上虽然这么说 但是心里面别提多舒服了 车队在一天以后的上午 驶入了江山县境内 戴笠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远远地看见清脆连绵的仙虾岭 心里热乎乎的 一种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油然而生 当年的毛凯柴大记荣归故里 应该绝对没有我戴笠这般荣耀吧 车队所到之处 正在劳作的乡民 都停下手中的活迹一路目送 眼神里那都是惊讶羡慕的神色 有的农民应该一辈子 都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汽车 戴笠一直不住喜悦之情 干脆就把车窗摇下来 挥着手 向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致意 车开到了广度乡 他自然会想起来 在1920年仙虾岭 因为想费力少女 被华春荣殴打的情景 以及用华春荣的印章 偷偷领了人家 一百块大洋的惊慌 以现在的地位处境 回想到以前的生活 他发现人啊 如果一辈子不出人头地 永远就那么过日子 真算是一种悲哀 现在那一百块大洋 实在算不了什么 对他来说呀 赚钱那真是太容易了 就是在江山这样贫困偏远的地方 他一次就赚过五千多块钱 那是在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地方自卫队 武器弹药齐取 有一回他回到家乡 江山县的县长丁宗 向他提出请求 请他帮忙配置自卫队的武器弹药 戴笠看在是自家的父母官的面子上 满口答应 回武汉以后一定帮助解决 1938年新年刚刚过去 他就从军统局里拿出了一批武器给江山县 并且给丁县长写了一封信 宗兄县长台剑 经别江越 无任持念 此为公私顺事 致以为送 自有胡国筑 顾伯英 押运伯克枪五十支 子弹一万发前来 竟起查收 事负为何 专此奉达 第戴雨农 民国27年元月20日 没几天 他收到了丁县长的回信 并且收到了会来的五千多大洋 戴笠看完了丁县长的来信 仔细瞧了丁县长复信的日期 直到 只花了两天时间 他就做成了这笔价值五千多块钱的军货生意 心里是十分高兴 戴笠处理完公务 就给丁纵 发去了全份的明码电报 丁纵兄 台剑 代购枪支架五千零七十五元 请集 化交 渠州中国银行收 代与农户 并赴为判 与农地 扣于武昌 神不知鬼不觉 戴笠吞下了这笔巨款 丁县长后来向省政府报账 遇到了无正式发票的麻烦 浙江省民政厅认为 银行罕见不能作为合法支出的凭证 需验成原收据方方能合销 这样一大笔钱 不能报销 这个丁县长是急得团团转 他好多次电催戴笠 请赐给收据 以资报销 而戴笠开始回电说 该项收据 特由香港原供洋行所取后 当即奉计 后来又回电话说 粤汉相继沦陷 以持交通堵塞 迄今为止 无法取得原始收据 这件事 一直拖到了1938年12月底 实际年关 这个丁县长 没办法跟省民政厅交账 只好再次的致电戴笠 不想戴笠又赴电伪称 代购枪支之原具 本集与运送后方 等到查检以后 计讽可也 后来呢 浙江省政府知道 这件事是戴笠办的 也就没人再敢催要了 从那次以后啊 戴笠开始和家乡政府 加强了关系 以提高自己在家乡的知名度 1938年6月5号 戴笠到江山28都 住宿于他姨妈家里 因为发现 贺村到28都公路桥梁都严重损坏了 戴笠找到了 住28都的浙江省公路管理处 江浦公务段的段长汪炳耀 而这个汪反映他们 已经和省管理处失去了联系 修桥公料两缺 却有困难 这个时候 炮兵十四团的战车 急需从贺村开赴28都待命 如果桥梁不修复 事关战机 所以戴笠立即拨款 并且致输江山县的县长 叫他迅速负责 征用民工征集材料 把桥梁修好 使得炮兵十四团的战车 顺利通过 1941年 日寇败退江山 国民党第49军 驻防渠县后西街 不久 传闻日军又要卷土重来 戴笠这个时候 又来到了江山家乡 他跟丁县长见过面 当天上午就坐船 前往了后西街 49陆军的军部 因为当时的渠江公路遭到破坏 不能够通车 江山到后西是青州顺水而下 倒也方便 但是回来的时候是逆水而上了 那就困难了 开船的时候 经过王副官提醒 戴笠才想起回城 坐轿 要王副官 雇两顶轿子 赶到后西的时候呢 县长丁纵 知道戴笠下午要回城 就忙着准备晚宴 请河西饭店的大老板 帮助张罗 戴笠到了49军军部 处理公务完毕 王副官骑着自行车 领着两顶轿子 早已经在军门前等着了 坐轿子上路 途中虽然遇到了轻盆大雨 但是并没有被淋着 雨过天晴 戴笠拿出随身携带的 威士忌 曾教夫解释 回城后 稍微休息 王副官送上江山县的县长的请贴 要戴笠赴宴 戴笠接过请贴 因以前伯克腔的生意 他已经从江山人民头上 捞了一大笔钱 于是就对王副官说 我决定今天晚上赴宴 不过要由我来做东 快告诉丁县长 王副官听了戴笠的话 面带愁容的说 戴局长 不行啊 丁县长已经委托了 河西大饭店的大老板 把酒都摆好了 戴笠说 你愁什么 愁六月的日头 你叫毛开锋来一下就是 河西饭店的大老板 叫毛开锋 过去曾经是戴笠的私人厨师 戴笠对他说 你准备的晚宴照常举行 不过一切费用要由我来负责 原来的规格不变 外加干烤鱼翅和燕窝丸子两道菜 地点改设在商务会长江春成先生的 承袭客厅 你看行吗 对戴笠的意见 毛开锋自然是赵万 席间又发生了什么 下集接着说 感谢您收听由老王为您播讲的军统教父戴笠 本集播讲完毕